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会有不舒服的时候,有些人十分在意,有些人则不以为然,甚至会觉得矫情,结果把小问题拖成大毛病。 那么,哪些所谓的小病需要加强警惕呢? 如果身体内的某一器官长期持续的慢性发炎,则有可能会导致癌症的发生,比如说长期的萎缩性胃炎容易导致胃癌,长期慢性的肝炎,不管是乙型肝炎或是丙型肝炎都容易导致肝癌。 在一些重大疾病的发展过程当中,炎症反应是其中一个重要环节,炎症若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反复发作就有可能导致癌症,但是并不是说一定变成癌。 炎症对身体的其他危害,损伤骨骼,危及心血管,引发糖尿病。 做好四件事,给身体消消炎。 一,均衡营养。 我们要戒烟戒酒并且远离醋盐饮食,也就是高糖高盐饮食,还有加工类食物,油炸类食物,提倡食用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富含纤维素的食物。 二,多喝水,可以加强血液循环,促进炎症因子灭火,降低炎症状态,维持免疫系统稳定。 三,勤运动。 人体吸氧量增多,能够强化免疫力,防止炎症因子,任意肆虐。 建议每周进行两到三次的运动,每次半小时,进步走,慢跑,游泳,爬山等都是不错的选择。 四,学会减压。 压力过大,会增加体内的炎症水平,保持乐观的心态和充足的睡眠,也能够帮助远离炎症。 二,胃肠道吸肉,胃肠道癌。 很多胃肠道癌是由吸肉演变而来的,尤其是腺流性结肠吸肉,癌变率更高。 胃肠道吸肉是指胃肠道粘膜面凸起到腔内任何可见的过度生长的组织, 包括腺流性吸肉、炎性吸肉、增生性吸肉及错过流性吸肉。 随着腺流吸肉体积的长大,其癌变率也随之增加,总癌变率为10%到20%。 建议您,吸肉一经发现即使是小腺流也应该及时切除。 三,患有长期咳嗽症状的慢性阻塞性肺病,是肺癌的高危人群。 生活当中有很多人总以为咳嗽是小毛病,就把肺癌拖出来了, 因为多数的肺癌患者首发症状为咳嗽。 肺癌引起的咳嗽与普通感冒引起的咳嗽有何不同呢? 一,肺癌引起的咳嗽属于刺激性咳嗽,绑绑无痰或只有少量的白黏痰。 二,持续时间较长,在三周以上的咳嗽需要警惕,可能使肺癌。 三,伴随其他症状,比如声音变得嘶哑,喉部发紧, 早上醒来时胸闷,呼吸急促,呼吸困难,头晕等。 四,口腔溃疡,经久不遇,要当心。 口腔溃疡往往呈周期性反复发生,病因有许多, 包括局部创伤、精神紧张、微量元素缺乏等。 而系统性疾病、遗传、免疫及微生物在口腔溃疡的发生发展中, 也可能起重要作用。 请注意,经久不遇,大而深的舌头溃疡, 有可能是一种癌前病损,极易癌变, 应该以早发现、早就医、早治疗、早减损为原则, 必要是做活检,以明确诊断。 五,静脉曲张,严重可能会堵塞血管。 下肢静脉曲张属于不难发现的疾病, 往往凭外观就可以察觉, 但是它早期不痛不痒,不影响正常生活, 所以有的人往往会忽视, 尤其老年患者总会拖到最严重,才肯去就诊。 如果没有及时治疗, 静脉曲张会诱发色素沉着、 静脉炎、深静脉血栓等并发症, 甚至可能会导致肺栓塞。 下肢静脉曲张的早期治疗非常必要, 微疮治疗通常仅需要20到60分钟就可以完成手术, 不会发生严重的疼痛和皮下淤血, 也没有较大的手术疤痕。 请注意, 平日应该时常站起来活动一下, 尽量不要穿过紧的衣物, 不要翘二郎腿, 避免久站或者久坐。 6.前列腺增生 别等堵尿再就诊 男性往往从40岁开始就会出现前列腺增生, 长期的前列腺增生症将会严重地影响患者的排尿功能和生活质量, 有的患者会出现血尿、膀胱结石、反复尿路感染等, 甚至发生如肾积水、肾功能不全、尿珠流等严重并发症。 有些患者由于不堪常年忍受痛苦才要求手术治疗, 但是其中一部分因为长期排尿补偿而导致膀胱功能受损, 或者出现严重的心血管病变、严重的肾功能不全, 而痛失了保守治疗或手术治疗的最佳时机。 如果患者前列腺体积增大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时, 可采用等待观察的方法, 如果出现明显的前列腺增生症状, 应该尽早地服用药物。 当患者口服药物治疗效果不佳, 或出现反复尿珠流、尿路感染, 甚至肾积水、血尿和膀胱结石等手术适应症时, 可考虑采取手术的方法进行治疗。 我是东方, 祝您健康, 下期再见。